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来与两岸间奔走 为提升华人摄影文化尽心尽力 袁瑶瑶 长于文字 近年来着力于慈记月刊 《随师行脚》摄影笔记专栏 为慈记留下许多动人篇章 2016年 侍逢佛教客难慈记功德会 成立50周年 隆重推出《随师行脚》 看见正眼法师的慈悲与智慧摄影文集 阮役中自2000年起 跟随正眼法师 于全台行脚时担任摄影工作 以精湛技巧 记录下正眼法师 与慈记惠众的宝贵瞬间 袁瑶瑶 以动人文字 替每一个瞬间 做出精湛注解 刹那即永恒 恒持50年的一念心 让我们一起聆听 看见正眼法师的慈悲与智慧 在慈记迈入第41年的当时 上人呼吁回归竹筒岁月 就是要唤起人人的爱心 以利米成锣 滴水成河的力量 为这些苦难人付出 慈记宗门以利 禁思法脉要传 上人撑着酸痛入骨的身子 总共主持了73场岁末祝福 福会红包 一个一个发 新辞成 新委员 一位一位的受证 1700多位海外弟子受证 帮他们一一别上 佛心失智的凶化 许多人在上人面前难言激动 慈记大家庭天丁 上人阴阴叮鸣 我们不只是念佛 求佛加倍 为我们消灾 真正的消灾 是要让天下无灾难 真正的消灾 是要在人间造福 苦难人 怎么多需要人人付出一份爱 同时辅导人心正向 少造恶业 自然就会四大调和 天下灾难消灭 慈记从成立的第一个月开始 每逢能力24号 颂持药食金 因为上人成立功德会的宗旨 是显阳佛法 就是立生 将药食佛十二大愿 互行于人间 上人礼佛的动作极为摄人 下跪 投礼佛祖 翻掌 问心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缓慢优雅 极简 却极难 所视线的已不是外在形体 而是内心的全然无我 至大礼敬 应顺导师于2005年6月4号辞世 上人与师父最亲近的日子 便是他住在静思经社的那些年 上人每次去楼上和老人家说 有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老人家都会说 人间事嘛 简单的一句 上人就会释怀 人间事不就是包含了天下事嘛 2004年12月26号下午 大浩劫的消息传来 随着南亚海啸的罹难人数 一再往上跳 老人家的心情不断往下沉 劳盯着灾区地图 神情有如听到了万里之外的哀号 谈及失去一切的灾民 数度为之耿耳 师父四十年来所做的一切 为的就是进化人心 期待大家不仅要唤起社会大众的善与爱 还要持续不断地以清流灌注人心 上人于2009年6月17日展开醒脚 在全台绕了一圈 一场又一场的开示 叮咛大家要和 要互相关怀 面对几股的弟子 必定音音垂寻 嘱咐治疗 疼惜之情 溢于烟表 上人出门醒脚 总会去看看附近的环保站 常说看到环保志工多的地方 就知道那里有希望 以单纯的心身体力行 正是他老人家对所有弟子的期许 上人对环保菩萨的敬重 爱护 而他们对上人的虔诚与信赖 是最动人的画面 上人来到环保站 温柔地将双手 抚在老菩萨托起的背上 无言地表达了 说不尽的感恩与疼惜 上人抵达屏东分会 门口有两排长长的人龙 上人被这个才 钉点大的小菩萨吸引了 见他弯腰合时 自己也屈身回力 看到小孩们 围到上人身边现铺满 就会想到上人说的话 那么多小孩子 我从来没见过 却会跑来跟我说 师公我要帮你盖医院 我都会想 是不是我的老弟子都回来了 一群书宣小志工 大清早就在慈祭关渡园区集合 要为上人表演他们认真排练的手语歌 十一岁的杨凯成 跟弟弟妹妹分享 他说上人曾经问他 树叶为何会从树上掉下来 他回答 因为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 上人又以同样的问题考敬佩棋 五岁的小不点毫无犹豫 树叶掉了要捡起来给师公 把师姑师伯们斗得合不拢嘴 看着这一群小菩萨 上人笑容满面 当场宣布 他们都是师公未来的传法人 在初出随师的时候 就是上人离开近视金色 到前省行脚 那个是表现了上人的 这个慈善家的那一面 他离开自己的道场之后 他就是在奔波在人间 要希望做一点入室的事情 可是毕竟他是出家人嘛 所以我也想要表现说 他就是一个出家人 看到上人再只是 要是法位 我真的是很震撼 看到上人在离活 那不只是一个动作 不只是一个仪式 他完全把内在的最大的虔诚 都表现在他的一挤一动当中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说 我突然不会拍照了 因为摄影是这样 摄影以一个专业人来说 他可以把比较不完美的东西 加分是不太难的 比如说这个 找一个好的角度 找好的光线 原来这个人看起来 这个没有那么帅 或没有那么美 把他拍得更帅更美 这个是专家都做得来了 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 完美的存在的时候 哇 我们没办法再替他加分 因为他已经完美了 我们不要扣分 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 所以当我看到上人 在做他日常的功课的时候 那种完美啊 我就是待了说 哇 我不会拍照了 我那个几十年来的信念 这个拍那种不完美的东西 我有办法加分 要记录完美 不让他扣分 对我来说就很大的这个障碍 那那个姚姚师姐 对这张照片的注解 这张照片那天很重要 是2003年4月25号 是慈祭的37周年庆 那个时候呢 也同时SARS疫情正严重的时候 那上人那天他有一场开示 那我觉得这么多年 十几年后的今天 看到这场开示 还是觉得感受很深 因为呢 我们把SARS疫情 跟现在社会上 有许多的不安 猜忌 不信任 来相提并论的话 上人这句话真的是 历久迷信 他说 受到感染的人 本身就是受害者 理应得到大家的关怀 与帮助 若是逃过了病毒的蹂躏 却得不到亲友与邻居的接受 与抚慰 心灵的创伤 较之于病毒伤害 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社会如果能有 较多的宽容与大爱 国家就会有较多的 祥和与安定 人人能彼此宽容 互相关爱 病毒冲击量 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 绝对不能伤害到 彼此之间 那份紧紧相细的情 谢谢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光线就照在上人的身上 上人刚好从彰化禁诗堂 走出来 要拍上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不太容易拍到单独的一个人 因为上人旁边都有很多人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所拍到的上人都是一个人 这是我的很大的一个 你是把其他人说 没有 我没有能力 其他人走开 不可能 我就是想那一瞬间 就那一瞬间 上人变成一个人 因为有时候 这个人很多 会视线会吸引 那我的任务就是 我是上年的 这个随身的一个 拍照的嘛 我就应该让上年成为镜头里头 这个不会被干扰的一个独一的存在 这是我要做到的 如果说我要拍很多人的话 那恐怕大家都找不出上人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我按了这个快门之后 下一秒钟旁边就多了三百个人 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因为他们要来 所以这张照片就是 我总是要把上人最优雅的 的那个身影 做一个记录 因为时间一直在流逝 那摄影就是在一个流逝的时间当中 要截起一段 那个片刻 那只是一个刹那而已 可是那个刹那有其特殊的意义 它好像是一个大树的这个连轮一样 生命好像也有一个切片一样 如果你切对了 那你那个切面就可以来解释整个生命的存在 那摄影它就是一个切面 你要切对地方 所以对我来说 拿起相机就是要全省贯注的看 你平常看东西不会全省贯注 然后你那个潜力以赴 要从随时就 我不能让那一秒措施 现在实际不是周年了 可我相信呢 在更久的五十年 在整个时间长河 它好像也是一个浪化一样 可是实际的 做的事情的意义 即将会长存下去 因为它在散播活教的精神 也在做以前跟传统的活教不一样的事情 它要直接来行经 不是在练经 不是在诵经 所以现在实际人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重新书写一个宗教的意义 跟那个慈善的意义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 而且它是非常有效的 在这个时代它是非常有效的 那我刚好是在这段九二一之后 记录了这个上人的声音 我也觉得说 说不定呢 这些照片可能以后会成为 这个 持继言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 所以我就不能掉以轻心 我只要是相机挂在身边 水在上人旁边的时候 我真的是随时要注意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实际的精神 长存下去的影像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的记忆 你想不起来的事情 就等于那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事后你要不留下痕迹的话 时间一久 好像那个事情也被忘了 所以把重要的精神 能够留成 是我们所有的文化工作者 该挑起的任务 那我刚好会拍照 我叫十姐会写文章 我觉得她写文章比我辛苦多了 我只要在现场 这个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 然后站对地方 按对快门就OK了 那她要花很多精神 是理解上人的法 把她吸收消化 然后再把她写出来 所以她的功劳比我大 这谁吃行脚 我应该是配土的偶遗 主角是她 主角上场 不是不是 这句写作才是灾难的开始 没有没有 都很欢喜的 没有展览 这张照片是在 彰化金石堂拍的 那也不必补充什么 就大家去看了 好好看 这张照片就让我想起那一天 金色阳光 笼罩在上人的全身 就是这样 大家看看多美 这张照片很优雅 真的把上尔的优雅拍得非常 非常展现得非常好 下一张 在记录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特别的感到上人的慈悲跟智慧 那一次的行脚 我们是在台中 突然间实际的师兄 黄思贤的师兄 接了一个电话 接完电话之后 他很忧心忡忡的告诉上人 他说我刚接到美国的电话 说美国准备攻打伊拉克 那时候两一战争 哇 那个时候上人正在慧客室 大家都随时的地图在旁边 上人听到这件事情 在脸上的表情 好像他已经看到 战火就在他前面发生 立刻就中断了那次的慧客 怎么连上人都好像受到打击了 连他自己都不想要怎么办的打击 就进疗房了 没想到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上人出来了 他表现得跟前面我所看到的都不一样 就是已经做好决定要怎么做了 要面对这个灾难了 他立刻就指挥说我们 一路上要想到那些难民要是战火发生的时候 他们会逃到哪里 最靠近的国家是哪一个 然后叫我们师兄去联络 这个种种的事宜 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一路我们从台中到台北的时候 我们要赠灾的 茅台已经做好了 样品做好了 那师姐就拿来给上人看了 上人很仔细的用手去摸那个茅台 那个感觉就是好恍惚 那个时候上人就是 刚接到这个茅台的灾民一样 实际上用那个同理心去感受 然后又仔细看这个logo 他突然就讲了一句话 我们把活叫这两个字拿掉好了 因为台湾活叫慈激基金会 一向是我们所有logo的正式的称号 那为什么要第一次要拿掉这个活叫呢 就是台湾慈激基金会 上人就说了 你现在看他们是回教徒 他们现在有烂 要是接到了是活叫给他们的援助 心里头一定很不好受 好像他们接不到自己的宗教的人来帮助他们 好像接到这个他教的人来帮助 心里头一定不好受 我们就把活叫拿掉 过一阵子他又想 我们把英文给拿掉 我们换成阿拉伯文 是美国人要去打他们的 结果看到有英文 你这心里头怎么感受啊 哇 我一听说 怎么上演怎么初初是这样想 然后呢 之后 我们以为事情就结束了 可是没有 上演说 哎呀 阿拉慈激的logo都绿色的 那蓝色的毛毯配绿色的 就颜色有点鲜 他说我们现在不要用绿色 这个颜色太跳了 他们现在心里头应该要安静 这个logo就换成白色的 哇 你看我们上演 任何一件小事情 他都是替别人想 从来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做决定 他永远站在别人的角度 所以当天我就觉得说 上演的慈悲跟智慧 是真的是无法丈量的 那为什么上演有这么大的智慧 慈悲不用说 他本身以生既来就是那么慈悲 才会自己还吃不饱的时候 就要去救援 他就是有这种慈悲心 可是他的智慧从哪里来了 我一直很好奇 上演也不过去小学 小学都还没有毕业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智慧呢 我就在研究 原来上演无论是对谁 无论是他的血液有多高 或是他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甚至不适智的老妇人 他每次要跟人家 有机会这样对话的时候 他都会倾听 真正的站在别人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他完全气掉我 他没有我 他就仿佛他就是北眼 然后仔细的听听听听 结果呢 他就把北眼的一辈子的智慧 在短短的那个时间 全部都印在他心上 印在心上不说 他还跟他所学习的 他生性的活华印证 我们进入慈祭十多年 也随时行脚十多年 所谓这个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现在这两三年 我们有机会到大陆去 跟更广大的群众去结好园 借摄影这个平台来传散法 发挥正能量 我们会好好的做下去 把上人交给我们的东西 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知道 谢谢大家 还是邀请那个暖师兄 跟这个姚务师姐 跟我们最后谈一下说 如果你翻开了这一本书 你希望读者用什么心情 用什么来看这一本随时行脚 这个问题可大了 我希望你们都觉得 我把上人拍的没有失败 文章还记录得很真实 大概就是希望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美化 这里头完全没有美化上年 我刚刚说过了 上年是那么完美 我记录下来没有扣分 我就觉得尽到我的责任了 就这样子了 梁杨洋师姐 我觉得师兄也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所以我就不再醉眼 谢谢 谢谢两位都好客气 那我们今天呢 我个人也收获很多 因为每一张照片背后 如何拍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 当下的专业 摄影的专业 以及说那个当下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也总是也是很重要的历史 也是台湾发生的历史 也是词级发展的历史 都非常值得我们慢慢看 因为这本书 我其实在来主持之前 就很想很有野心 要把它看完 但是很难 因为每一个照片都要返处很久 然后瑶洋师姐写的 当下发生的事情 也要体会很深 所以它适合放到你的床头边 每天看一则或两则 其实就够了 不用很有野心 说我要一天两天内把它看完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慢慢反思 它会让你当天都会很欢喜 我们还是再次谢谢暖老师 谢谢瑶洋师姐 谢谢 大家一起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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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